今天的这一期视频呢 我要带你们去全世界最穷的国家看看 那里的人他们平常都在吃些什么 我们在这里引起了一点小红的葡萄 我们今天要去探秘的原始部落 位于非洲的埃塞俄比亚 这个国家2021年人均月收入 大概只有300元人民币左右 是全世界最穷的国家之一 而我们今天的故事就要从这里开始 艾顿 哎呦 怎么当地人老李 OK Let's go 我们今天要去的这个部落呢 它的名字叫孔索 走了 进部落了 这个小堂呢 是当地人啊 他们挖出来用来收集雨水的 这雨水的作用呢 就可以喝一个来洗东西吧 天呐 啊 人家看看这边小孩 哈哈哈哈 oh my 哈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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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原始部落是真正意义上那种原始部落 然后这里面呢 是一整个家庭 然后呢每一个茅草棚呢 里面都都住了一些人 也有一些啊 有一些啊 有一些特别的用处的 比方说这个 来 你捅着我啊 他们用来保护自己家族的武器 所以呢 你可以把这间房呢 当做是一个武器房 当地的小姐姐跟我讲的 这个盾呢 大象皮做的 酷是蛮酷的 这是这家人的主人 就是这家的妈妈 她就住在这里 然后这个是他们的水 在原始部落里面呢 因为是不通自来水的 要用水怎么办呢 你就需要带着这个大的水桶 一直呢去到山下去打水 山下有河 差不多来回 要有一个半小时的时间 我们在现代生活里面 生活习惯的人呢 你是很难想象 现在呢还有像这样的部落 他们还在用非常原始 非常原始的方法生活 所以今天这也是为什么 我们要来体验一下 兄弟们 这个视频 我们真的是费了老大劲 咱们从手中的坐两小子飞机 然后呢 开了三个小时的车 另外呢 还徒步徒步了两个小时 咱们进到今天这个原始部落 所以冲这份诚意 这个三连交出来 OK不OK 一个从小在城市里长大的人 看到这里的生活条件 如此恶劣 我逐渐开始担心 今天的这种晚饭 到底会吃些什么 在部落当地啊 有一种特别的美食 叫做酷酷饭 然后小姐姐 现在在帮我们做 说句实话 看过去 比较惊人 就是 咱就不要谈卫生条件 在这里吃饭 他们能吃明白 咱俩你的时候你们 是吧老李 说句实话 你生活在美国真的不太合适 我在这觉得算是帅哥 小伙伴们 给老李村长打个分 一到十分 以我们本事的数字 全品满平的满分 你信不信 那这样吧老李 我把你放点了 你别回去了 这酷酷饭呢 就我们刚刚看那边 他拿那个小的 手戳出来的那个丸子 然后呢还要配上这个 这是当地的一种树的 一种植物的一种叶子 哇 无情铁手 你看 也没有什么木勺 啥也没有 咱就拿一个棍子脚一点 这绝对是 时尚最原始 沙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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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还不是我们看的沙特 是用粗沙的沙特 好香啊 咱现在不是很多人 现在要追求这个纯天然绿色 哎 今天呢就带你们体验一下 什么是真正的纯天然 真正的绿色 Ready to eat 要把水倒点 有没有含义吗 最大的 我觉得应该是有含义的 应该是给长酒吃 特别人糊涂了 然后咱俩现在遇到一个大问题 当地没有筷子 没有擦 咱俩用手 要洗我的手 嘿嘿嘿 拿着手有点烫 有点烫 有点烫 你怎么说呢 就是一股树叶味 树叶味 对 它这个叶的稍微 它还口感有点涩 你知道我们就相遇完 那入口的时候口感比较顺滑 它这个丸子口感有点南下叶 说实话 这碗上太 有点像面包 有点粗糙看见 感觉有点像在嚼木头 哈哈哈 这就是当地人每天就吃这个 哎 但我有个问题啊 嗯 那如果味道一般的话 如果沾上你的辣椒酱吃 会不会很好吃 嗯 有礼 哎 这个时候拿出了咱们的辣椒酱 请问一下阁价又该如何应对 给我们的非洲老弟们 老姐们一起尝一尝 好啊 真的 你就得进口非洲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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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很好吗 你喜欢吗 尝尝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它这个真的没什么味道 对 它这个味道缺点叶食 因为它只放了盐 然后只有树叶的味道 这树叶有点像菠菜的口感 太单调了 非常单调 谢谢 哈哈哈哈 真的吗 这不是吧 我的骨头 嗯 嗯 Spicy too 我把我的辣椒拿出来 它拿给当地的来讲 这是他们当地的来讲 也有点辣 但是我跟你说 这玩意跟我们僵尸辣饼 差点意思 I made this so as a gift for you Thank you 哈哈哈 它这样的美食呢 主打一个什么呢 就是主打一个吃饱 它这个 基本上都是碳水 然后呢 没有什么特别的营养 看这里面 就除了蔬菜 就剩下碳水 然后呢 当地人其实因为去的生活 它就比较艰苦嘛 所以在部落里面啊 你是真的找不到什么特别的 就是fancy的 好吃的食物 这个呢 已经是他们用来接待外宾的食物 咱们呢 也不要浪费 全部也试着好吧 正餐吃完 还有点饭后小林者 搞了一点这样的黑豆 这就是饭后甜点 没有冰淇淋 但是有红豆 没有冰淇淋 就高低也是按照一个正菜 然后有甜点的一个部分 对 差了一点前菜 其他都一样 他们这样的 当地呢是没有电 所以你在当地呢 你是没有办法用灯的 这边的人他们的作息习惯的 还是比较原始的 就是日落之后呢 他们就要睡觉了 我们天差不多快要黑了 现在快七点钟了 带你们看看我们今天晚上这个睡房怎么样 老李和周周的闺房 哎呀 这个时候视频前的小花蕾 你阁下行为如何应对 露点了一个举报 这个呢是我们今天晚上睡的地方 就在这个武器库的旁边 这上面用了一个错误的拼鞋写的Welcome 哇靠 老李完全没有光啊 咱手机也得优着用 因为这没有电波充电 给大家看一下啊 这个呢 是向导帮我们从他自己家里带的被子 如果不拿被子的话呢 本来呢这个就睡到这个 这应该是一张牛皮上 哇 这个超级大的蜘蛛 Holy shit 哦 蜘蛛好大 别慌啊 当地人能睡咱就能睡 明天早上起来找哪场蜘蛛侠 来吧老李 还等啥 我要打电话给小伙伴 哎呀 找不着我 回去再说吧 哎 出卖我是不是 哎 你手手手手 行了 好了 兄弟们 今天晚上就这样 明天见 起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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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点了 起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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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了 那是这么多 算不算 我一直在守护你 凌晨三点我就在守护你 防止你被蛇咬 你睡不着啊 那不是睡不着 我为了守护你 你抓眼了 我为了保持原始的生活 来 你离我远一点 你可以保持生活 但请你离我远一点 能闻到那种清烟的味道 嗯 这个是咖啡的味道 煮了咖啡啊 不是煮了 已经放在那里了 这个杯子有点 就是干净用味道 来吧 尝一口不 这么咸呢 味道很奇怪吧 为什么你这么烧烈 你这么烧烈 很烧烈 很有趣 早上好老李 昨晚睡得还好吗 睡得还行吧 就是我腰下面有一个包 我浑身感觉被蚊子叮了 你手应该都红了 你看我这个地方全红了 咱俩是那种新鲜的外来人 就跟着你去外国什么东西 你得吃点新鲜的 没毛病 再来就是那个freshman 昨晚那个睡眠呢 是我这么多年来 体验过最安静的一样 也没有光 也没有噪音 真的非常的安静 唯一的噪音来源 就是老李 打呼 坐着打呼 这哥们坐着打呼 你们想要来原始社会玩的话 自己带好背露 带个帐篷 带个帐篷 这样的话就是最好的 你技能体会到原始社会的一天 又能够避免被闻着咬 说实话这趟两天一夜的部落之行 对我来说确实很奇特 很难想象在2023年 依然有人处于原始的生活状态 没有电 没有水 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 甚至还面临生存危机 希望看到这个视频的 你和我一样珍惜当下的生活 偶尔放下手机抬头 抬一看星空 感受一下大自然的美丽 好我是九九小周 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那我们下节目见 拜拜